我的人类名字叫哈里 外星名叫 乌摸摸星球是我们的局面星球 而我被关在全宇宙的智慧生物 都称之为地球的神秘星球上 我的族人在50天之后 就会用炸弹炸毁地球 并且杀死所有低等卑劣愚蠢 而且还自以为是的人类 这个人物本来是交由我来做的 我本来是要带着我们星球 秘密沿着的炸弹 杀死所有寄生虫一样的人类 但是在与人类的交往过程中 我突然发现 这个种群里的人 也不是通通无药可救 人类中还是有少部分人 愿意保护地球的环境 和这里所有的动植物和谐共处的 而且如果单纯用炸弹的话 地球上那些五彩斑斓 千奇百怪的动植物 全都会消失不见 这让我陷入了两难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 我们高等种族 完全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功夫 针对它们 毕竟它们对于我们来说 就跟蚂蚁治愈人类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花 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来针对它们 而且把人类留在地球上 让它们自生自灭 也可以让这个宇宙的物种更加丰富 我们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人类实在是太完蛋了 它们为了那一点迎头小利 不断地在摧残地球 我保证 就算我们的族人 没有发现这帮完蛋的生物 就算我没有一个人 带着炸弹过来找它们 人类也会很快就把自己玩灭绝 那既然如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功夫 让这个过程提前好吗 我在章鱼表锅和A的建议下 决定做一个无线电 我想告诉我的族人们 赶紧放弃这个劳民生财 而且说不定还会遭天谴的灭种行为 那肯定有很多的朋友 问我上一周第三集 为什么没有出来 那是因为这帮编导 已经准备破罐子破摔了 一个叫做外星居民的美剧 主角是堂堂外星人 可是我哈里竟然只出场了五分钟 这实在是太对不起 我这张可爱的脸了 也太对不起 我为了让你们这群蚂蚁 活下来耗费的良苦用心 所以咱们直接从勉强 还能看的第四集继续说起 由于那对相声演员发现 是我把那个该死的哈里 一生害死之后就开始跟踪我 监视我 对我那多姿多彩的外星人 生活充满了兴趣 有一天甚至钻进我家里 为了让这两个人闭嘴 我用了一颗金属球 变成了A的模样 勾引他们来到了我的地下室 但是我没有杀他们 杀他们实在是太浪费我的时间了 而且我发现 在人类的世界中 杀一个人要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会用法律的手段 解决一切问题 即便你以为自己做了天意无风 这一切还是后患无穷 所以我决定带他们体验一把 熊孩子麦克斯 也一样体验过的 记忆植入 我将一切关于我的记忆抹除 再给他们植入了一条 相当特殊的 他们俩在昨天下班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FBI探员 探员过来告诉他们 杀掉这些人的人 一定不是哈里一生 但是凶手是谁 这个鬼FIB的探员也不知道 毕竟一个小破阵子 死个把人 怎么可能能让FIB的 这帮探员出场呢 关键是这一对相声演员 应该也是美剧看多了 所以竟然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相信了 但是即便是我 我根本也不知道 那个偷走我飞船的女将军 为了找到我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 他们抓走了 所有自称和外星人 有过亲密接触的人 然后再将他们抓起来 一个一个审问 还包括那个 帮我顶包的倒霉一森 不过区区人类 这种程度的科技 还有这全靠猜的判断能力 等我的族人来把人类毁灭了 他们应该都还没能找到我 在摆脱那个 后患无穷的大麻烦之后 我拿到了所有的元件 终于做好了无线电 经过我对这里地形的研究 还有这些星球的运转轨迹的计算 三天后 也就是愚蠢的星期六 地球会运转到 和我们的火星中转站 差不多的一条线上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信号发出去 火星中转站 再把这消息传到 我摸摸 星球 我摸星球 再把这消息传到我们的星球 别问我们这位外星人 都这么厉害了 怎么传一条消息还这么麻烦 总之 在我看来这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这个A 简直就是 朽木不可刁眼 她不但不知道 火星上有我们的中转站 而且还一直盯着我看 好像我的脸上 有很多的鼻屎 她的表情 真的让我非常不自在 而且我真的很讨厌 鼻屎眼屎等一系列 愚蠢人类的 贵异排泄物 所以我就不停地 摸着我的鼻子 而且她不断地 要我重复无线电 这个词 她还是盯了我半天 说我的表现很奇怪 我一定是在说谎 这个搞笑的女人 竟然怀疑我在说谎 她怀疑我打算 用这个无线电传的信息 根本就不是 让我的族人们 放弃炸死全人类的计划 而是让他们 快点来的信号 哼 谦真 我怎么可能 拿这么珍贵的仪器 做那种无聊的事 毕竟 为了拿这台机器的零件 我之前还专门 变成了女人 但是 无论我怎么强调 这个无脑的人类女人A 还是一如既往 她愚蠢到了家的决定 她说 她要和她那可笑的老爹 陪我一起去 驾设备传送消息 其实她又跟着去 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选择最好的发射地 正好就在 印第安保留地里 而这片印第安保留地的老大 正好就是 A那个长得像熊一样的青蝶 他们竟然要和我一起去 不过作为我来说 我倒是相当喜欢这里 人类最令人厌恶的 就是他们那 无穷无尽的欲望 这些欲望来自于 他们的灵魂 而更多的 则来自于他们的肉体 他们会为了满足 他们那脆弱的肉体 不停地消费 不停地赚钱 不停地破坏环境 而为了满足他们的灵魂 他们大多数人 会选择待在人多的地方 做一些不知所谓 但往往闹哄哄的事 这种浮躁 吵闹和无穷无尽的贪婪 让我厌恶着大部分人类 但是保留地里面的人们 让我相信 还是有人类 想要和自然和谐共处 他们吃着原始的食物 再将这些食物简单地加工 他们遵从着 大自然的一切规律 他们种植古物 饲养动物 他们将一切都控制在 大自然的 可恢复的程度之中 我觉得这里的土豆 真的很好吃 不过这个新朋友 看起来好像和A那帮人 有点格格不入 小粉对我说 他是从城市来的 所以对于这里人的生活方式 他无法适应 无论他怎么努力 他都感觉 自己不属于这里 对啊 无论我怎么努力 我都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我的族人们绝对不会 那么一大堆家人朋友 凑在一起 为了一些无聊简单的事情 一起庆祝 我们不会为了 某个新生儿的出生 而期待喜悦 毕竟我的伴侣 为我生了三百多个孩子 我从来都没有为此开心过 当然 在恐怖的人类女人 A的逼迫之下 我必须要和他们一起野营 所以我逼迫买了一套 叫做帐篷睡袋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防止 我不要被地球这酸雨水 给泡到浑身失灵 除此之外 还能抵挡某些动物 在夜晚对渺小人类的袭击 终于到了晚上 而我也开始无比期待 明天和族人们的跨星际交流 我也不知道地球上 那些年纪大的人 是不是都这样 他们总是在抱怨时代变了 而他们越活越感觉到绝望 A那熊一样的青蝶 吹着口琴 一边感慨着 人类一代比一代愚蠢 我睡在帐篷里 说实在的 感觉很不好 而且没过一会儿 我又对那些 只知道赚钱的卑劣人类 恨之入骨了 他们只吹了半天的塑料布 竟然连一只该死的苍蝇 都拦不住 等到我用我的脑壳 把这帐篷顶废了之后 突然 我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那是我活了这么长时间 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那是人类已经意识不到的 神奇力量 那是一头野牛 它和人类一样生活在地球上 一代一代在此生息繁衍 它不会以毁灭地球为代价 来繁殖他们的后代 因为这头牛的邂逅 让我更纠结 到底要跟我的族人们说什么呢 我到底要让他们 怎么处理这帮人类呢 在我的角度看来 部分坏人类的确可以直接消失了 但是我又不想让这帮 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类 一起和他们消失 可我更不可能 让这些地球生灵和卑劣的人类 一起消失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 我终于想好了 给我的族人们的答复 于是在A的陪伴下 我来到了这座山的山顶 驾设好装备之后 我的信息就往火星的方向传送 这光线冲出了大气层 30秒之后 我的族人们就会收到我的消息 我让他们50年以后 再来这里消灭人类 这样他们只用消灭长大后的 麦克斯还有萨拉 至于A和他那熊一样的爹 早就已经死翘翘了 所以他们不用再遭受那样的灭顶之灾 怎么样 想想是不是很愉快啊 结果这个败家女人啊 我的装备啊 还有我好不容易收起来的神仙花瓣啊 好了 现在完蛋了 本来我们还有50年可以思考对策的 现在 这剩下50天了 全都是因为这个开始疯狂碍事和圣母的A 我现在很愤怒 人类的愤怒就是呲牙咧嘴 说话带众音 但是我终于了解人类说的 发脾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 愤怒只会带来不幸 A的某个亲戚好像要生了 而不好意思的说 对不起 我是整个小镇唯一的医生 虽然我所有的专业能力 都是在视频网站和百科上学了 他们让我接生 而不好意思的说 我的确看过接生的视频 而更不好意思的说 我的记性很好 所有我把那个内容全都背出来了 就连那句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 我也没有忘记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 他们这群人的每个人都很紧张 他们因为这个缠缚而忧心忡忡 又因为小婴儿的成功诞生 而欢呼雀悦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人类的独特活动 这活动让他们的家族关系更加巩固 而我很高兴 我成为了这样一群人的功臣 虽然我只不过做了一件 很简单的事 回到家之后 我再跟表哥讨论五十天之后的事 可这个时候 一个惊人的事件 时隔好多天终于出现了 我的信号接收器 接收到了一段加密代码 而这段代码用的是 我们星球的语言 这是一串电话号码 而且 归属地竟然是 大城市纽约 难道 那个鞋带炸弹的族人 已经降落到纽约了吗 怎么说呢 这部剧现在的定位比较尴尬 扮演哈利的这位男演员 艾伦小可还是一局在线 那是编导已经不在线了 第三集是特别的令人失望 所以我并没有做解说 第四集稍微在线 可还是差强人意 整体和第一季比 还是差太多了 现在大量的内啥正确 充斥在这部剧里的 每一句台词 和每一段剧情里面 大量过时的说教 让人感觉到无聊和尴尬 所以后面的集数 我不一定每一集都解说 如果和剧情无关的 我可能就会浓缩 几集一起解说 最外星居民的忠实粉丝 我还是希望哈利 不要被扼杀在第二集的 还是会充满着期待 观望后面的 希望主创们能稍微用点心 后续解说马上更新 不要忘记收藏合集 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评论转发关注哦